长沙古坟院一座大学正在施工建设时,突然挖出一座汉代高等级贵族大墓,其规模形式竟超过马王堆汉墓,墓中更是出土了消失千年的乐器,这是墓中的一对怪异人哦,让专家吓得冷汗直流,他们究竟是用来做什么呢?消失千年的古乐器能否再次被奏响? 这座大墓的主人又会是谁?感兴趣的老铁别忘了点赞加关注,长按点赞三秒还能触发神奇特效,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探究竟。 在长沙湘江水溪越路山北的望城坡,有一处叫做古坟院的地方,这里坐落着湖南省财政经济学院,1993年还未改名的湖南省财政专科学校,准备在古坟院的荒地上,修建学生操场,刚一施工便遭到他人的阻拦,阻拦者不是别人,正是长沙市文物工作队的工作人员,原来早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,考古人员就在这里发现一些西汉时期的碎桃片,也就是说下面很有可能埋藏了一座汉墓, 但我国并不主张主动性发掘,所以发现后也只是进行管控和保护,被纳入工程建设范围后,抢救性发掘刻不容缓。 在前期的勘探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,这座墓葬的规模很大,且属于甲字星土工墓国大墓,看来墓主的身份非比寻常。 更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,在大墓的周边相继发现三个陪葬坑,随着进一步的勘探,他们判断北面应该还有一个陪葬坑,很可能是80年代初,修建319国道时,不幸将其挖掉,纵观这座汉代高等级大墓。 无论是从墓葬规模,还是形制等级,都已经超过马王堆汉墨,大家都很期待在这座墓葬中,会有怎样识破天惊的发现,但没想到很快就被现实浇下一盆冷水。 刚刚清理完风浮层,三个道洞就赫然出现在眼前,这说明墓葬内的情况将不容乐观,会不会已经被戏协议空了呢? 在场的考古人员担忧不已,为了观察道洞的走向,同时更好地了解墓葬结构,专家采取更细致的步方形式进行清理,分别发掘,层层清理, 在发掘清理过程中他们还发现,墓室四周环绕着一层台阶,另一边陪葬坑的发掘,也有了新的进展。 东边陪葬坑埋葬的是一些顶,翁、罐等陶器,应该是一处跑鼠坑,大墓的西侧坑应该是一处车马坑,在这里发现了一些车马的铁购件,奇怪的是并没有找到马骨和完整的车辆,南侧则是生涌坑,里面放置着牛猪羊狗鸡等动物陶涌,根据陪葬坑发现的这些器物,再结合马王堆汉木出土的陶器,专家判断墓主一定和某位无姓长沙王有关, 与此同时道洞中的发现,却给考古人员带来一丝希望,大学施工建设中,经现一座汉代贵族大墓,不仅附带三个陪葬坑,墓中更是出土了消失千年的古物,尽管这座大墓很有可能已遭到道学,但还是留下了一丝期待,考古人员在道洞中找到一些瓦罐,碎陶片以及草席,经分析有两个道洞应该属于汉代,很有可能是硝烟四起战火纷飞的东汉,另一个道洞应该来自唐代,如果是早期道洞就说明, 墓中栖息等器物还有存在的可能,继续向下清理,考古人员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,在距离果实顶不约一米的地方,有一圈木板形成的格栏,这样的结构设计,是用来做什么的呢?将白高尼和木炭全部清除后,他们惊喜地发现墓葬的果实没有坍塌,周围还有一层短墓方,这就是汉代最高等级的墓葬形致,即黄肠提凑,我们都知道黄肠提凑是先行,和西汉十七帝王一级使用的果实,看来墓主很有可能是某位长沙王或王后, 这更加让人想揭开起神秘面纱,在打开果实前还剩下最后一步,就是将木道和牧师相接的填土清理出去,没想到在这竟有一项重大发现,一对怪异人偶的出现,让众人胆战心惊,就好像知道考古人员的到来,伸开双臂阻拦大家的进入,两个人偶基坐在木坑入口,面部表情生动形象,俨然捍卫着的模样,头上还有两个不知何用的洞窟,这时在人偶的底座发现一对鹿角,原来那两个孔是用来插鹿角的, 专家分析这应该和楚国的镇木兽相同,以守护木主身体,以及在地下士气的安宁,直到这时专家也终于弄明白,此前发现了驱使型木板格兰的作用,原来古人在回田墓葬时,并不是一股挠往里倒泥土,而是更加细致的一层层回田,将整个牧师砌好后,上面用一个凹字形格兰拦起来,等回田墓土到一定程度后, 将两座鹿角墓抬进来举行安葬仪式,驱鬼必须以保护木主平安,然后再回田墓道和墓室的风土,最后再加上高大的风土堆,终于发觉工作来到最激动人心的一步,这座惨遭多次盗绝的墓葬,还能带来多少惊喜呢?随着果盖版被一根根结取,墓室的整体样貌,呈现在众人面前,能够看到三个倒洞落下的淤土,此外还有一些积水,正所谓干千年时万年不干不失就半年,这种积满水墓室,正有利于文物保护,将淤泥一点, 点点清理出去,棺果内的大量随葬品显露出来以气息居多,经过仔细的清理,一件件七二杯七盘七和竹四等器物,带着泥浆被提取出来,历经千年时光的魔力,大部分器物仍然满好如初,清理过程中有三件目击令它们疑惑不解,就像棒锤一样前面大后面膝,两头修膝两端还有五个孔,连见多诗广的专家都认不出来,只能根据上面的特征认为它或是某种乐器,在多方查阅资料后发现,它们竟是已经消失千年的乐器, 柱,这是中国古代一种极弦乐器,其行刺琴,其声悲抗积乐,广复盛名,这一发现简直要改写中国音乐室,继续向下清理,一枚风泥的出土,瞬间点燃考古现场的细分,只见上面写着长沙后腹四个大字,这表明大墓主人极有可能是长沙王的王后,由于风泥上并没有直接表明墓主的信息,详细的线索还得进一步发掘才能得知,就在大家猜测这位神秘的王后时,室内文物清理工作有了重大发现, 大量漆系上都出现于洋二字,据史料记载,于洋郡是汉代燕国六郡之一,汉景帝平定无处之论后,收复于洋等五郡,但专家并未找到封易在于洋的女性,另一边墓室中找到带有文字信息的浅测,其中一块墓接令墓主身份有机可循,王帅二字证实墓主是一位长沙王王后,当专家打开主墓室时,却看到外观被揭去,道洞已经打穿内观,内观上面还散落着一些破碎的玉片, 关内除了33粒金扣式和一块墓接外,并没有找到墓主的尸骨,但在尸网中也有惊喜,从内观中找到的那枚墓接上,记录了一条重要的信息,陛下所有赠物,清币三,干增十一匹,薰增九匹,在西汉时期陛下这个词只有皇帝能使用,看来这位长沙王后,还和皇室有关系,专家判断墓主很有可能是,下架长沙王的公主,根据这一推测有学者分析,为笼络长沙遏制南岳,西汉皇帝将公主下架长沙王, 也是在情理之中而非随意度转,加上多次出现的鱼羊二字,人们也亲切地称呼她为鱼羊公主,彰显身份的皇长提送,诗传千年的乐器柱,比马王对汉墓还多的词之衣物,以及各种精美的七夕等随葬品,似乎能看到鱼羊公主生前有多受宠爱,虽然我们仍未知道,她下架给哪位长沙王,但其保存较为完好的墓葬,却给长沙考古乃至中国考古,留下一笔历史意义巨大的财富,大家对此怎么看呢,可以在弹幕或者下方的评论区, 进行讨论,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,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,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,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,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,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,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